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乌克兰的军队最近在俄罗斯境内展开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攻击 并且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 根据报道 乌军不仅越过边界 还透过空袭和炮击摧毁了俄国的多座战略目标 包括桥梁和军事基地 这一行动让俄军感到措手不及 甚至在库尔斯克州宣布了紧急状态 乌克兰官方表示 他们已经在俄境内占领了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俄乌战争中首次出现乌军掌握主动权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将在月底访问中国 旨在促进双方的沟通 减少误解 避免竞争演变位冲突 白宫官员表示 这次访问是为了确保在人工智能和太空等领域的竞争中保持美国的优势 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 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两国如何互相认知 以及如何处理双边关系 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国际安全的消息 法国南部发生了一起可疑的爆炸事件 疑似恐怖袭击 造成一名警察受伤 此事件发生在一家犹太教堂外 引发了当局的高度警觉 并且已经展开调查 随着反犹太主义情绪的上升 法国政府表示将加强对犹太社区的保护措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图像显示 乌军在俄境内攻击范围扩大 俄军每天伤亡约1000人 一度对乌军越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保持沉默的乌克兰政府 本周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展示 乌军此次出人意料的战略突袭 所取得的战果 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在星期六8月24日 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记者对基辅公布的视频和其他影像 进行卫星定位分析后发现 乌军除了越境向俄罗斯发动地面进攻外 还通过空袭和炮击 扩大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 NBC的报道说 被乌军通过空袭和远程火力 打击的战略目标 包括库尔斯克州 至少两座大桥 以及更加深入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空军基地 和一座油库 乌克兰空军 最初是上周五六开始对外分享在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 摧毁至少两座赛姆和上大桥的视频 而NBC表示 卫星影像的确证实 库尔斯克州格鲁什科沃 Glashkovo 镇附近赛姆河上的一座大桥 已被乌军摧毁 赛姆河上几座大桥被摧毁 将使在当地试图阻止乌军前进的俄罗斯部队 背水而战 没有后勤补给 也没有退路 乌军一支数千人的突袭部队 8月6日凌晨 越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 让俄罗斯当局惊慌失措 猝不及防 不得不在库尔斯克州宣布紧急状态 并将多达20万居民紧急疏散转移 俄军大批部队 包括从乌东顿巴斯前线撤下的精锐部队 紧急增援库尔斯克州的俄罗斯守军 但是仍然无法将乌军驱赶回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官方指出 乌军在俄罗斯境内 已经占领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 并将在俄乌边境地区设立一个缓冲区 乌军此举 不仅在历史两年半的俄乌战争中 首次掌握战场主动权 而且是二次大战以来 首支大规模攻入俄罗斯本土的外国军队 让不可一世的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莱迪米尔普登和俄罗斯军方颜面尽失 乌军在公布库尔斯克州赛姆河上 几座永久性大桥被摧毁的视频外 星期三还公布了一段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福桥和周桥部队装备 被美制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 HIMARS 袭击和摧毁的视频 这也是基辅首次正式承认 西方武器用于库尔斯克州的攻击行动 NBC通过卫星定位 发现其中一段视频拍摄的预袭福桥 距离格鲁什科沃几英里处 塞姆河上 一座被摧毁永久性大桥附近 但是无法证实 福桥被破坏的程度或视频 是在何时拍摄 乌克兰空军司令 尼古拉 奥列修克 迈克勒 星期四公布了另一段视频 声称乌军本周使用空射制导炸弹 摧毁了库尔斯克州 两个渡核点 而NBC通过卫星定位证实 部分视频拍摄的地点 也在格鲁什科沃附近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 普罗列塔尔斯克市 Prolitarsk 一早柴油油库 上周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袭击导致的大火燃烧了几天几夜 参与灭火的俄罗斯消防人员 超过500人 根据俄罗斯官媒的说法 大火一度蔓延 超过10万平方英尺 星期一的卫星影像显示 油库现场浓烟滚滚 大火仍在熊熊燃烧 其他的卫星影像显示 大火在星期四仍然在燃烧 乌军公布的另一段视频 反映的是 本周对俄罗斯南部 福尔加格勒州一个军用机场的袭击 NBC星期四对这段视频进行了卫星定位 视频中 机场上空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隐约还能听到背景中的爆炸声 乌军星期四稍晚 还袭击了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州 克拉斯纳达尔 一座码头上 一艘满载燃料罐的火车轮渡 此处与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隔海相望 俄罗斯官员指责基辅袭击了轮渡 但是乌克兰尚未对此表示负责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 Velodimir Selansky 在纪念乌克兰独立日的一份声明中 赞扬乌军越境袭击俄罗斯本土式 对邪恶的回旋标 他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苏梅州 发表的视频演说中 高度评价乌克兰的任性 乌克兰国会星期六表示 泽连斯基已经签署一项法令 禁止与莫斯科有关的宗教组织 乌克兰国会本月稍早通过了相关法案 总统签字后便成为法律 乌克兰政府从此便有了禁止 隶属于俄罗斯东政教的 乌克兰分支活动的法律武器 英国独立报引述一位 不具名西方官员的话说 尽管俄军在乌东战场 有一些局部小进展 但是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州 却重创了俄军 这位西方官员表示 俄军目前在战场上 每天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000人 而且俄军损失兵源的速度 超过征兆新兵的速度 尽管俄军加大了新兵入伍的奖励 但是征兵规模低于战斗减员的速度 另据路透社消息 一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官员透露 经过调解 俄乌双方星期六将会相互交换115名俘虏 格雷格森看美中竞争 冷战初期 美国也曾不知所措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媒体报道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将于827年8月29访问中国 白宫官员说 这是为了促进沟通 减少误解 避免美中竞争演变为冲突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说 要确保未来在人工智能和太空领域的竞争中 赢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总统拜登也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中国 他说 我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 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 中国无疑将超过美国 拜登接着说 现在也就是差不多四年后 没有人这么说了 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激烈的竞争关系 同时也致力于维持两国关系稳定 并促进合作 但是观察人士认为 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可能带来变数 曾经有小布什总统 提名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太平洋和中央指挥部总司令 后来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 专责亚太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海军陆战队 退役三星中将华雷斯 格雷格森 Lieutenant General Wallace C. Gregson 由S Marine Corps Retired 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他从近40年海军陆战队服务的经验 和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得到的教训和经验出发 对美中以及民主与专制体的竞争前景表达了乐观的评估 美国如何应用冷战经验 格雷格森目前担任罗斯福集团高级顾问 他说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很像冷战一开始时的情形 格雷格森解释说 美国1945年赢得二次世界大战后 对如何打冷战 并以最有效的方式与前苏联和其阵营交手 一开始的时候显得手忙脚乱 他说 一些人以为二战以后美国的海军陆军都可以取消了 一切由空军来担当就可以了 而且在冷战的意义和打赢冷战的重要性方面 政府一开始也不太知道如何与民众沟通 与此同时 对对方阵营的了解也非常欠缺 直到人家都研制出核武器了 我们才醒过来 他回忆说 那种手忙脚乱的情况 和现在在应对新一轮与专制政权教育过程中 所出现的状态 他说 很类似 不过 格雷格森说 美国政府和民间随后对局势都看得更加清晰了 也出台了有效的对策 他还特别提到了威慑力这一概念 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 格雷格森指出 威慑和制约能力的重要性在于 在民主国家对专制政权 长期进行威慑和制约的同时 专制政权内部 不可避免的矛盾将会日益明显 而这些内部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导致问题自然而然的解决 这期间 民主国家必须要保持威慑和制约能力 展望未来 格雷格森说 目前的局势与冷战期间 有深层意义上的不同 也不可能完全重复过去 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仿照过去的经验 拿出对策 希望体制之间的矛盾 不会演变成为热战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说 美关系如何发展 归根到底 取决于两个大国 对于彼此的认知 以合作面主导认知 双边关系就能朝好的方向发展 以竞争面主导认知 乃至以竞争定义全部关系 对抗性就会不断增强 就有滑入新冷战深渊的风险 文章还援引新加坡一位学者的话说 在中美两国的和平较量中 美国决策者 低估中华文明的力量和韧性 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另一方面 美国官员和学者提醒 低估美国的战略意志 同样堪称严重的错误 美国希望避免武力解决问题 但历史证明 具有强烈反击的意志 川普时期的副国防部长 大卫 特拉契腾伯格 David Trachtenberg 博之音表示 虽然外界往往认为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 高度依赖武装力量 但是实际上 美国是一个非常不愿意 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国家 我们一贯会 希望能够从政治 外交 经济角度来处理问题 他说 面对当下的体制竞争 美国社会面临的选择是 或者屈从 capitulate 或者反击 slap back 特拉契腾伯格说 美国人往往并没有那么主动 快速反击 reluctant to slap back 但这有别于没有意志 或者不会做出反应 这一点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林卫 Arthur Waldron 对美国之音表示 就像英国 法国在二战期间 一开始虽然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遵守 他们与波兰之间的 防卫条约一样 他相信 美国会遵守 与菲律宾之间的防卫协议 林卫还提醒说 二战期间 希特勒的外交部长 一开始的时候告诉他 英 法等国 对德国入侵波兰 会坐视不管 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希特勒对手下的人说 现在该怎么办 What now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 共同防卫协定 签署于1951年 这一协定 被美国官方定义为 双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基石 菲律宾宪法规定 不允许其他国家 在菲律宾驻军 但是在美国 以及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者签署的基地 准入协议框架下 菲律宾和美国 以及其他的亚太民主国家之间 有着颇为紧密的军事互动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自古以来拥有主权 但是菲律宾 越南等国 坚持相关水域在本国辖下 虽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 理论上在协商南海行为准则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达成各方 都能够接受的协议 菲律宾2013年 就相关水域和主权问题 提交国际冲裁法庭 并于2016年 得到国际法庭的认可 中方拒绝承认 国际法庭的裁决 了解美国的战略思维和意志 以避免误判 特拉奇腾伯格和林卫都指出 但是从历史和过去的经历上来看 低估美国的反击意志 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 格兰特 纽山姆 Grant Newsom Colonel US Marine Corps retired 提醒说 二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 都是颇为强悍的国家 不比现在的中国软弱 美国和盟国最终出手的力度 是对手不应当忽略的 被视为强硬派的林卫 特拉奇腾伯格和纽山姆都表示 让中方明确知道 美国的战略意志 或许将能帮助避免中方误判 归根结底 各国人民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Meta 伊朗黑客攻击拜登 和特朗普工作人员 WhatsApp账户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 Instagram和WhatsApp的母公司 Meta集团周五 8月23日 披露曾被怀疑攻击过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的 同一个伊朗黑客组织 试图攻击现任总统拜登 和前总统特朗普的工作人员的 WhatsApp账户 Meta表示 在收到可疑WhatsApp信息的个人 向平台进行举报后 发现了这些黑客网络的这类活动 这些黑客冒充包括 微软和谷歌等个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 Meta的调查人员认为 这些活动与特朗普竞选活动 所报告的黑客事件有关联 美国联邦调查局本周表示 伊朗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黑客攻击 以及对拜登、卡马拉、哈里斯竞选活动的 入侵企图 是伊朗更广泛干涉美国大选行动的一部分 Meta在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黑客试图攻击中东 美国和英国的个人和外交官员的WhatsApp账户 其中包括 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有联系的官员 Meta表示 一小部分账户已被封锁 相关阅读 伊朗政府谴责Meta删除哈梅内伊社没账户 Meta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没有发现 这些目标的WhatsApp账户被攻破的证据 但出于高度谨慎的考虑 我们公布调查结果 并与执法部门和行业同行共享信息 谷歌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 自五月以来 这家伊朗黑客组织 已试图入侵大约12名 与拜登和特朗普相关人士的 个人电子邮件账户 在此之前几天 微软发布的另一份研究报告 也揭示了该伊朗黑客组织 对今年美国大选的入侵 美国情报官员表示 伊朗日益加剧的网络攻击和传播虚假信息 有多个动机 混淆和分化选民 削弱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心 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用来反对 他认为可能加剧美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关系的候选人 伊朗一直誓言要报复特朗普 因为他在执政期间 终止了与伊朗的核协议 重新实施制裁并下令击杀伊朗将军的卡西姆·苏莱曼尼 今年7月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艾尔利尔·海恩斯 表示 伊朗政府秘密支持了美国国内 针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 海恩斯说 与伊朗有关的团体冒充在线活动人士 鼓励校园抗议 并为一些抗议团体提供了经济支持 就周五的黑客攻击消息 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竞选团队均尚未置评 美联社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法国南部犹太教堂外发生爆炸 以为恐怖袭击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周六8月24日 法国南部拉格朗德莫特 Lagrandemont 一家犹太教堂外的两辆汽车 被人纵火 引发爆炸 造成一名警察受伤 教堂内部无人受伤 该市市长罗西尼奥尔 Stefan Rossignol 表示 该名警察是接到至少有两辆汽车 着火的通报后前往现场 据当局称 其中一辆车内的煤气罐随后发生爆炸 罗西尼奥尔称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一名男子在贝斯亚科夫犹太教堂 Beth Yarkov Synagogue 前放火焚烧车辆的过程 据调查人员称 录像显示 一名男子手拿空瓶 腰间系着一面巴勒斯坦国旗 其中一个画面中可以辨认出一把武器 可能是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 但画面并不清晰 据报道 嫌疑人是徒步离开现场 警方表示 爆炸可能是由藏在其中一辆车内的煤气罐引发的 这座靠近蒙比利埃的小城 常住人口约为8500人 但在夏季旅游旺季 人口数量会大幅增加 宪兵队表示 犹太教堂的两扇门也着火受损 但尚不清楚 这些门是在爆炸前还是爆炸后起火 建筑内没有人受伤 目前尚不清楚 受伤警察的伤势情况 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宁 Jerald Darmanin 称这是一起 明显的犯罪行为 我向我们的犹太同胞和社区保证 我将提供权力支持 达马宁表示 应总统马克龙的要求 将动用一切手段来 寻找犯罪者 达尔马宁还指示 立即增加犹太礼拜场所外的 安全部署 法国反恐检察官办公室 已着手进行调查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 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并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找到嫌犯 反游主义情绪上升 爆炸发生之际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因加沙战争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达尔马宁本月表示 政府在2024年上半年 统计了887起反犹太主义行为 是2023年同期的近三倍 法国犹太机构代表委员会 CRIF 称这起爆炸是 一次杀害犹太人的企图 CRIF主席阿尔菲 Yanathan Arfi 告诉法新社 使用煤气罐 在礼拜者 预计抵达犹太教堂时 发生的爆炸 不是简单的犯罪行为 他说 这是蓄意杀人 法新社 德新社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德语媒体 中国人将变得越来越孤独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新苏黎世报 周六刊登了 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SWP 政治经济学者迪特 Harrybert Dieter的 客座评论指出 中国低估了 一胎化政策的长远后果 当局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口萎缩 束手无策 该篇题为 中国人将变得越来越孤独的 评论写道 中国不仅为富先老 而且由于人口加速减少 在与美国争夺 全球霸主地位的地缘政治斗争中 败下阵来 联合国2024年7月发布的预测 中国人口将从目前的约14亿 减少到2100年的约6.4亿 作者提问道 几十年后 北京是否仍有足够的军事人员和 经济资源来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 文章写道 由于三代人的预测 无法将社会结构变化考虑在内 联合国研究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预测 最有可能的中间预测方案是 中国人口将在2100年下降至6.386亿 减少超过7.8亿人 较不严重的预测 则是减少约4.6亿人到9.568亿 最极端的预测表明 人口将减少超过10亿 仅剩4.129亿人 作者指出 中共的规划者 低估了一胎化政策的长期影响 在中国 共产党可能失去权力 国家可能解体 也可能对移民开放 这种真实可感的变化 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具有爆炸性 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动下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后 社会正逐渐陷入期望值下降的漩涡 许多人开始对未来失去希望 史上最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 正严重影响着中国消费者的情绪 他们的消费水平远低于经济扩张时期 共产党的规划者们 点燃了一场经济焰火 最终却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 同时也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 2500多年来 之凡叶茂的家庭结构 是公民认识世界的核心 在外交上 中国通过其人口控制政策 将自己边缘化 一个有地缘政治报复的国家 需要不断增长 或至少稳定的人口 文章引述联合国预测 到2100年 印度人口预计将达到15.091亿 比中国多8.7亿 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人口 届时将紧占印度的40% 另一方面 美国人口主要依靠移民增长 到本世纪末将达到4.213亿 美中两国人口差距 将从现在的约11亿 缩小到约2亿 作者认为 中国的人口萎缩 可以通过大规模移民缓解 从纯数学角度看 唯一能提供足够潜在移民的大陆 是非洲 然而 鉴于中国政治和社会 明显倾向于种族同质化 让数百万非洲人移居中国 似乎是不可能的 汉人更喜欢独来独往 并将变得越来越少 评论总结道 如果相信目前的预测 印度和美国 很可能已经在与中国争夺 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中胜出 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方面 中国将精力缓慢而艰难地衰落 中国首款三电子游戏 黑神话 悟空 本周正式上线 并取得巨大成功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 党突然认为电子游戏很棒写 道 这是中国宣传机器的一种 显著政策转变 作者指出 不久前 电子游戏还被视为 电子毒品或精神鸦片 如今中国的宣传 正大力赞扬 黑神话 悟空的文化输出 可能正在改变方针 由于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款游戏已具有政治色彩 中国官媒对其进行了 广泛而积极的报道 共产党喉舌 《环球时报》认为 它是中国电子游戏产业的里程碑 和突破 可以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该游戏的开发商 因其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 和致力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而受到赞扬 报道称 这些都是艺术家们 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立足的优势 中国正努力改善其国际形象 吸引游客和商人前往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中国逆世而行 批准五个核电项目 专家独裁国家才做得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全球核能发电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反其道而行 一口气核准了五个核电项目 共涉及11部核电机组 创下历年核准的最高记录 分析人士表示 不管中国声称是用第几代 或多么先进的核技术 都还是脱离不了和分裂原理 最终还是会产生核废料 先进国家如美国 早已放弃这种落伍思维 积极在核融合技术上研究与开发 现在要大规模新设和分裂核电厂 只能盖在 人民没有声音的 国家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本星期一口气核准了 五个在沿海地区的核电项目 共涉及11部核机组 总投资预计超过人民币2000亿元 中国能源报指出 这五个核电项目是 中核集团所属的江苏徐为一期工程 中国广核集团所属的山东昭远一期工程 广东陆峰一期工程 浙江三二二期工程 以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所属的 广西白龙核电一期工程 其中 江苏徐为山东昭远 广西白龙 均为最新核准的核电厂指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新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根据国际专家共同撰写的 2023世界核能产业现况报告 The 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的追踪 全球核能发电量近年一直在下降 下降了4% 而核电在全球商业总发电量中的占比 在2022年就已经下跌至9.2% 也是40年来的新低 其实全球的其他国家的核电都在下降 就只有中国是上升 崔素新说 他表示 虽然这代表中国在核电领域有很强的企图心 但其实上升幅度并没有预期中的大 中国目前的核电 大概占中国全国总发电量的5%左右 但在福岛核灾前 中国的预估是要占10% 所以实际上 核电进展的也不是很顺利 扩大内需 崔素新表示 中国一口气宣布 核准建造五个核电厂的消息 着实超出国际预期 他认为 这可能是中国为了扩大内需 借以推动设备供应商和运营商增长 另一方面 也希望能在福岛核灾后 重新出口核工业 刺激经济成长 以拯救中国低迷的经济 尽管过去 中国因为安全口碑 以及贸易限制等因素 其实没有什么外国订单 不过 崔素新强调 事实上 中国不只是核电比例上升3.2% 其他再生能源也全部上升 风电产量增加16% 太阳光电产量增加31% 非水力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5.5% 是核电的三倍多 从过去2010年到现在 中国核能发电量 虽然增长5.5倍 但风力发电增长15倍 太阳能发电增长600倍 也就是说 中国在再生能源方面的增长 其实是超过核电的 崔素新说 那当然就是因为 中国还是一个想要超英的赶美的国家 所以它在电力增长上面 是用力蛮深的 发展目标 关注工业和技术 相关公共政策的美国智库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全球创新政策副总裁 史蒂芬 伊泽尔 斯蒂文德塞尔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在寻求加速和电发展方面 有几个目标 首先 它主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 并减少或消除对能源 及石油或煤炭 进口的依赖 它这么做 既是出于贸易平衡的目的 也是为了避免在冲突时 面临能源进口需求的脆弱性 它说第二个目标是和电可以提供可靠 低成本的积在电力 这不仅是中国经济成长所需要的 而且只要中国工业能够获得更便宜的能源 其制造商就可以变得更具成本竞争力 比如可以思考一下 在最近的乌克兰冲突之前 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多大程度上 依赖于获得廉价的俄罗斯石油 史蒂芬表示 第三个目标是因为和电是一种 对环境更清洁的替代方案 他说中国力求到2060年 用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取代全部2990台燃煤发电机 不过环保人士普遍不认为 和电是低成本与清洁能源 因为没有把核灾风险与核废料寄入 史蒂芬说 中国建造核反应器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能源需求 但也许这对全球的最大影响是 中国希望在核反应器核子技术出口方面 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参与者 出口竞赛 他表示 具体来说 中国官员制定了2030年 向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出售30座海外核反应炉的目标 中国官员预计 到2030年 一带一路核子计划 可为中国企业带来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例如 中国投标建设沙特第一座民用核电厂的价格 就比法国和韩国的竞标价格低30% 史蒂芬表示 毫无疑问 这将会有一场竞赛 中国希望在核反应炉的生产和出口方面 占据领先地位 就像在电动车 电动车电池 太阳能板 风力涡轮机 高铁等领域一样 不过 日本原子力资料情报室事务局长 松九宝照 Metsu Kubo Hai Jimmy 有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 基本上 中国的核子发展是 中国独有的 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影响 并不像西方核工业声称的那么大 他说 西方国家的核工业 正试图利用中国核电的快速扩张 作为其推动本国核电发展的催化剂 他们威胁本国政府 如果继续照常行事 中国和俄罗斯将成为 南半球主要的核子出口国 松九宝照说 是的 俄罗斯是主要出口国 但中国不是 中国的外国客户只有巴基斯坦 他未能向英国出口自己的技术 目前 中国核能工业正忙于满足 国内新建核电厂的需求 因此 核子出口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核安隐忧 中国核电领域加快步伐 对全球造成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是 核能安全的隐忧 史蒂芬表示 中国现在开始部署的第四代核反应器 如中国的山东新石岛弯反应器 采用被动系统 这意味着 他们不需要依靠电力或泵浦 在发生故障时关闭 并且使用水以外的冷却剂 例如氦气 以及可以在比大多数其他反应器 更高的温度下运作 并产生更少的废弃物 在设计上安全环保的多 不能再用1970年代的三厘岛反应炉来看它 但环境风险仍然必须仔细监测 崔素欣表示 中国资讯不透明 有些数据显示 有的核机组没有在发电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停机 他说 之前位在中国广东的台山核电厂 曾被法国工程师揭露和反应堆 有辐射外泄威胁 更多次传出 有零件测试不达标 零件故障等问题 此外 福建省的福清核电厂5号机组 也曾被港媒披露在试运转期间出现异常 机组自动停运 崔素欣说 在国际上 其实我们都说 核电像这样子 一个复杂科技 它其实很重要 就是资讯透明 中国在这部分 的确是比较欠缺的 让大家比较担心的 建厂成本高 分析人士说 核电厂的建造成本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正在大幅上升 除了建厂年限长 在经过辅导事故后 国际上大幅上 修改核子安全标准 必须加装更多的安全措施 再加上反应炉老化 或意外问题 大幅建高核电厂 维修与再投资成本 尽管中国盖核电厂的成本 的确比欧美国家低一些 但还是比再生能源高 松九宝照说 中国核电厂建设成本低的秘密 在于融资利率低 建设计划持续进行 以及由于共产党独裁 而易于大规模开发 这意味着 如果中国想将核电厂的建设 出售给国外 他们将需要低利率贷款 和类似的独裁统治 有鉴于中国 过去对外基础设施投资 所产生的债务状况 低利率贷款 不太可能如此轻易提供 松九宝照说 核能产业声称 小型模组化反应器 SMR将解决这些问题 但核电厂之所以变得更大 首先是因为 他们试图透过扩大规模 来提高经济效益 小型化则恰恰相反 最终无法在经济上 具有竞争力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说 中国此次核准的江苏徐维 项目是全球首个 将高温气冷堆 与压水堆偶核 创新采用 核反应堆气轮发电 机组供热系统协同 运行模式是一个 以工业供热为主 兼顾电力供应的核动立场 核融核 但是曾经任职台湾 核能研究所的 美国爱荷华州 立大学核子工程博士 贺利维在接受 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不论中国号称 是用多么先进 或第几代的核技术建造 它终究脱离不了 和分裂技术 发展到第几代都没有意义 美国已经三 四十年 几乎都不发展 和分裂的核电厂了 这是世界趋势 因为核分裂会产生核废料 美国等先进国家 现在都专注于核融核的研发 因为它几乎没有核废料的问题 这就好像 全世界都在走电动车了 你还在汽油车上 改进第几代 第五代 第十代烧汽油的车 这是完全跟世界科技脱节了 他说 赫立伟表示 中国资讯不透明 为了经济成长 大兴土木造桥铺路 但他才不管盖了以后 有没有车子在上面跑 他就拼命地盖 那这个就是我认为的现况 他表示 核废料至今 在美国都还没有办法 获得妥善解决 更别说其他国家 中国的核电厂 是近十年才开始运转 核废料都还存放在厂区 尚未真正遇到 要永久处理的问题 现在只有 人民没有声音的国家才 会大量兴建核电厂 把核废料的难题 就丢给后代子孙去烦恼 松九宝照说 中国也有雄心勃勃的 再生能源发展计划 在资源互相排挤下 中国核电厂建设 有可能无法如期进行 崔素欣说 虽然中国希望借由建造核电厂 来带动经济发展 但当国家状况体质不好的时候 也可能中途喊停 比如菲律宾 印度都遇过这样的问题 英国的星客利角和电厂 Hinkley Point也曾因经济问题 中断许久 所以中国一口气批准了五个项目 十一个和反应如 未来能否顺利运转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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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